从神话传说中的各种金丹,到游戏小说里的各种妖水,端头重生,只是一种存在于人类美好愿景里的歪歪事物,正常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,顶多也就是壁虎,重生个尾巴的活儿,遇到掉脑袋,小尖尖也得玩玩,然而最近,科学家居然发现一种脑袋掉了,照样能长出身体的神奇生物,海阔鱼。 海阔鱼并不是阔鱼,而是一种罗类,头上有两对象兔耳朵的出脚,因此也有称它为海兔,一般生活在前海里,悲壳推化成了内壳,所以没有一般罗类生物那厚厚的累赘。 2018年,日本奈良大学的三藤青乡,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,发现养在水乡的海阔鱼中,有一只丢了脑袋没死,反而围绕着自己的身体,在那爬来爬去,自然界中有许多生物, 端头后是不会立即死亡的,而会存活一段时间,原本腾腾也以为这只海阔鱼,蹦达不了多久就会挂掉,没想到的是,它不但没死,反而长出一个全新的身体,这就很不科学啊。 腾腾觉得是个大发现,立马和猪手弄来了16只不同种类的海阔鱼,然后用塑料绳轻轻绑住它们的脖子,这就跟我们安住壁虎尾巴那样。 16只里,有6种丢下自己的脑袋跑了,颈伤的伤口一天内就会愈合,断开的头部在数小时内便能开始使用藻类。 7天后,头部以下开始长出新的心脏与油足,在第17天,整个身体就会完全重生。 重生的过程中,海阔鱼缺少很多中药脏器,但还是照样活着,更让人惊讶的是,失去头部的尸体也不会立刻死亡。 它的心脏还会继续跳动,并持续存活数天到数月之久,但它们的身体,并不会再长出一个新的头部。 这种再生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,只剩一个头的时候,它们还是会吃东西的,只不过正常的进食,变成了吸取藻类中的叶绿体,然后通过叶绿体来进行光合作用。 不过这种光合作用的能力,只有在断头,或者食物几度匮乏的时候,才会激发,这可能是地球上,最近人的再生能力了。 如果可以研究出来,庸于人类,那么将会发生啥事?展开你脑洞的时刻,到了,感谢观看,本期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